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美丽优雅的黄大妈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是黄大妈 轻轻松松喜剧节 没想到是一个喜剧比赛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毕竟我年纪到了 不想参加参与任何江湖争斗 和我这个老年人比赛啊 年轻人很难做的 输了 挺没出息的 赢了 挺没礼貌的 最近看到一只数据 中国女性平均寿命79岁 男性73岁 女性比男性长寿6岁 我和我老公今年都是60岁 瞎子一算 我还能活19年 但得手刮6年 那会是多么轻松的6年啊 既然女性比男性长寿6岁 那我认为 女人在择偶时 就应该找小6岁左右的男人 才能在一起白头偕老 比如我今年60岁 如果找男朋友 就应该找54岁的古天乐 或者是54岁的吴奇隆 实在不行 54岁的刀兰也可以 你们帮我挑一个吧 退休以后 我开始学甘情了 因为打麻将需要四个人 对老年人来说 太奢侈了 玩着玩着 一个瘫了 玩着玩着 一个又走了 接孙子去了 玩的人越来越少 我怎么办 感觉不学一门 能独立完成的手艺 对抗不了这漫长的孤独 钢琴除了是一门艺术 还是一项 防止得老年时代的运动 手 脚 眼睛 大脑 都得跟上 用上 能跟这项运动比美的 只有踩缝纫机了 当然 我还是推荐大家 弹钢琴 要健康 也要手法 我对年轻人的生活 也很好奇 有次我特地去了 他年轻人的酒吧 太吵了 年轻人黑压压地 在里面蹦荡 我只能找个角落 拿出自带的保温杯 偷偷地 偷偷喝两口 压压惊 有个年轻人 还跑过来问我 你这杯是特调吗 叫什么 我说对 小伙子你挺有眼力的 这可是用枸杞 红罩 菊花调出来的 它叫长寿冰茶 后来我还从我的手帕里 拿出自带的沙滩菊 小伙子吃了说 这是我在酒吧 吃过最好吃的水果 我当时就觉得 现在年轻人确实苦啊 五块钱一斤的沙滩菊 就把它 征服了 我要是把手帕 最里面那一层的 葡萄干拿出来 那不得把它填枯了 几个月前 我还去看了 蔡依林在长沙的演唱会 作为观众的反应 跟你们一样 很惊讶 蔡依林是她的菜吗 她不应该去看蔡国庆吗 我怎么可能去看蔡国庆呢 她都56了 我只喜欢54的 我现在每天都很忙 135 弹琴 捞鱼 追剧 26 看书 旅游 讲脱口秀 什么一目 那号 我哪里有时间哦 我每天都在争奔夺秒的活 毕竟 我迷失逃脱 还没玩过 剧本商还没杀过 枯木商还没跳过 不过我都耍个大牌先走 因为长沙 还有三个54岁的帅哥 在等着我打麻将呢 谢谢大家 我是黄大妈 谢谢黄大妈 谢谢黄大妈 好 请大家为黄大妈的表演进行投票 倒计时三秒钟 一锁票 刚才听黄大妈的表演 我特别羡慕 为什么您的生活比我们还要丰富多惨 我刚才听说好像导演组准备了一个黄大妈的日常的一个行程表 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好不好 为什么那个那个要老公和女儿要分开citywalk呢 有句话叫距离产生呗 是吧 周五晚上去酒吧是 应该不和大爷一起去吧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我去酒吧 我老公到现在都不知道 没有没有 这段掐了 这段可以掐了 那个好奇给您打马好不好 还有什么跟闺蜜聊天 都聊啥呀 很好奇 什么都聊 就是跟老公不能说的 跟女儿不能说的 跟其他人不能说 闺蜜都可以说 我刚刚看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黄大妈一周要讲两次脱口秀 你们俩想已经多久没讲脱口秀了 你说你自己已经多久没讲了 你说我 你呢 你平常一周干嘛呀 我啊 这个看书 我周一看书周二运动 周三那个 因为黄大妈本来要保持优雅嘛 所以我们一会儿的这个滑题挑战环节呢 可能就需要 黄大妈选上我们三 选一位代表 然后替您参加这个滑题挑战 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 我喜欢那个什么周吉伦 因为他长得像 大妈想看吉伦华 我就是华人 我侧着华 更像一些 上去吧 见见你的老朋友 上来了 滑滑 很不优雅 那么究竟只剩这一轮能不能获胜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看一下得票 结果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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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大哥 大哥 快出去吧 别等我们这样录制 快点 不是幼哥 快点先送 我先送 虽然之事刚才 虽然广志刚才很狼狈 但是我们黄大妈 还是非常的优雅 我们来看一下 黄大妈滑梯的优雅照片 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 感谢黄大妈 那您在离开舞台之前 还有什么想跟我们留下的吗 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 能够来到这个舞台 只有一个60岁的素人 退休当马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太开心了 这是我的幸运 谢谢大家 好 掌声送给黄大妈 谢谢您 我姓黄 一名叫黄大妈 今年58岁 退休以后 就在寻找自己 如何度过一个快乐的退休生活 第一次看开发卖的时候 确实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逼可取而代之 但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 我也可以杀 大家好 我是黄大妈 今年57岁 黄大妈是我今年最期待的脱口秀演员 因为一个58岁大妈来讲脱口秀这个事情本身就很酷 最强心人 我遇上黄大妈 我遇上黄大妈 对我来说 喜欢这个节目 现在我自己可以参与一下 那就是个快乐的事情 我的目标 我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大妈 不在乎其他 大家好 我是黄大妈 来自长沙 今年58岁 我的家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在讲脱口秀 我老公一直以为我在外面跳广场舞 这次来青岛 我跟他说 我是来参加广场舞大会 我女儿特别喜欢看脱口秀大会 一边看还一边跟我介绍 妈妈 这个是脱口秀 就是一个人站在台上讲笑话 我心想孩子 你就是个笑话 你妈 我讲这一年了 此时此刻 我站在这里 也想对女儿讲 孩子 不要太痴迷 脱口秀大会了 这个节目也就烂样吧 你爸都冷散 很多人对我们大妈有一个刻板印象 就是拍照 喜欢糊着花 到了这个年龄不胡花胡什么呢 胡老公吗 还有很多人说 我们大妈最喜欢的东西是 丝巾 的确我有很多条丝巾 如果把我的丝巾连接起来 可以一直连到油 才花盛开的地方 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大妈会喜欢丝巾 那是因为你们还没到年纪 我的确到年纪了 我是三年前退休的 干一退休很不习惯 后来一个朋友 介绍我参加老年和尚团 说这个唱得好 还能去国外演出 我听了就很心动 想出去看看国外的老头 我都太痛了 但是这个合唱团 一个星期要排练六次 一次一天 每次还要打卡 太累了 我这个年纪搞不了996了 卷不动了 三次也受不了 一个星期我就退出了 哪里的老头我都不看了 还是老老实实看我家里的老头吧 我想我还是做一些我自己擅长的事 我呢 年轻的时候是一名南球运动员 我们球队还拿过全国韩裔比赛的冠军 我到现在也经常看看中国南南的比赛 上次中国打波兰 周琪在最后几秒钟 一个发球失误 导致中国输给了波兰 很多人骂周琪不会打球 像个大妈 别骂了 大妈打得比较好 再后来我就借出了脱口秀 我来讲脱口秀就是受了一个叫你蛋的人的蛊惑 他在节目里说人人都可以讲五分钟脱口秀 我想我今年都五十八了没有多少个五分钟了 没想到讲着讲着还讲到脱口秀大会都不太上来了 哎呀上次我参加全国比赛还是在1986年 我们球队拿了全国的冠军 那时候的奖品也很厉害 是出国理由 去的苏黎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人生最好的阶段 我财务自由 国家的养老金每个月准时来到我的银行卡上 我时间自由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 我精神自由不用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喜欢脱口秀就出来讲一段 讲得好笑我就说你看我这个大妈怎么样 好 好 别觉知 我是不管怎样都很开心快乐的黄大妈 谢谢大家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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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黄大妈 您第一次双脱口秀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应该是去年这个时候差不多 我一直追脱口秀大会 我就看到有一个伟大爷上场 介绍吧 他说伟大爷是长沙 脱口秀俱乐部的主理人 听到这个事情我就去搜索 长沙的脱口秀俱乐部 然后有一次看了开放班以后 我就看了 哎哟 那个台上好多演员 有的很尴尬 这还不如我的 我说我也试试吧 那个伟大爷是做过什么工作吗 在期间 黄大妈第一次讲开放班 我就在台下 黄大妈台上的段子 当时还完全不会写 但是这个状态非常好 然后后来就一直刷开放班 一直刷 而且我们还要帮着黄大妈 瞒她的家里人 她的家里人 她的家里人和朋友 做的真不知道 她在讲错 我们的开放班是在七楼 一二楼是个KTV 她会竟然为了来讲开放班 她会在KTV开一个包厢 跟自己的闺蜜 在这唱歌 唱着唱歌 给他们点一首比较长的歌 说我出去一下 然后就上到七楼 上到七楼 讲个五分钟的开放班 然后再下去 跟闺蜜们唱歌 就这样 是这样的 那黄大妈这次 那家里人应该知道了吧 这事为什么瞒着 这什么不丢人的 对啊 我们脱口秀怎么了 不是不是 因为我懒得解释 我不麻烦 反正这个事 是我自己的事 我不影响别人 我自己觉得我开心 快乐就好 希望大家都像黄大妈一样 就是知道有这事 好玩 退休 天天跳黄成屋也没意思 来说说做狗秀 挺好玩的 好不好 也可以跟家里人说 没什么丢人的 那一个也看 对不对 那姐刚刚就听一半 说外国好头 那姐是最激动的 我不想 我的意思 我为什么很激动呢 就是说 都咱这岁数的 你还有这野心呢 我当时是这种感觉的 老夫开心花了 怎么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就从你身上 我突然间就就像 照到了我自己一样 那你说我55岁去唱跳 去乘风破浪 就即使失败了 我又能咋地 他们能把我咋地 对不对 好 对对对对 你说都来58岁来这儿 说得这么好 所以我们就是应该回去 广泛地去跟你身边的姐妹们去说 别天天跳广场舞 打麻将修 对不对 就是都要去来练练自己的这个口才 对 多说一些逻辑性的东西 防止老年痴呆 感谢那姐给我们脱口秀行业 为针对中老年市场做的广告 来说脱口秀 防老年痴的 开玩笑 好 那我们准备恭喜年升上去吧 等一下 四位老师是这样的啊 是这样的啊 我今年58岁快60岁了啊 跟这么多我喜欢的演员一起同台竞技 我非常地开心 那么呢 我觉得我的目标也达成了 我的意思是 我将把这个经济名额留给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好 嗯 哦 真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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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角 老角 大姐 真 好 厉害 我同时呢 我也希望 年轻的孩子们啊 希望你们今后 多带着你们的爸爸妈妈 一起看看线上线下的脱口秀 好 因为你们的爸爸妈妈 也需要开心快乐 我还讲一句我正式的想法 真的真的进去了 这些孩子们 我觉得他们太厉害了 妈跟我也打不过 是吧 哈哈哈哈 所以我 我现在就 把他们干脆把名额 赞给他们 好吧 我们尊重黄大妈的想法 也非常非常感谢您来 开始那句话 每个人都能 讲五分钟后口秀 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快过五分钟 谢谢黄大妈 再见 谢谢大家 哇 哇 一群 三群 一群 三群